Hello,大家好 想说一下吧 看,收到 就是收到了生日礼物 所以就很开心 我想说一下 我为什么会收到生日礼物 会说很多人吧 他也想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有礼物收 你看 我的礼物 我还有三个 我过生日的时候 一共收到了四个礼物 但是有另一个人 他是亲自给我们 我举办了一个 就是吃饭会吧 拿个聚餐吧 一个人就是亲自过来做菜 所以 虽然没送礼物 但是亲自做了菜给我吃 也很开心 所以大家也会想 我做生日的时候 或者是我怎么样的时候 有没有人来陪伴 有没有送东西给我 那么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的亲身经理啊 就是 就你要先送东西给别人 先为别人考虑 用真诚心去交往 比如说 我是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发现了一种糖 不错的糖 然后我就分给 不是那种 就是糖块 是家用的那种糖 用来泡大澡水啊 就是那种 比红糖的营养还高 那种糖 然后我就送给 我的那些闺蜜们 喝 然后呢 因为 对身体好吗 所以我就 就是跟他们说 喝 然后就给他们送去了一些 然后就是 就开始往来 就变得密切了嘛 然后一起自习啊 什么的 每一次一起自习或什么的 只要有机会 给东西 我都会给的 这是 这是一定要的 然后还有另外的 还有几个人是 给出帮助 然后也是有吃的 就是给吃的 然后 也有一个人 还是他过生 他之前过生 然后我又买了一些吃的给他 所以 你看啊 你要是想 交际变好 然后 过生日或有事的时候 收到礼物 是自愿的 那么 你就要先给 然后互相来往 有些真诚心 嗯 原因呢 也肯定有 有很多种 但是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 不妨就简单明了 照着做 嗯 反正你也不差那点东西 对不对 你赋予的东西 你就给别人嘛 然后 这样的话呢 你会得到更多 加油